劏房有很多秘密的房間 但是窗得很小很小 怎麼住的 全媽媽的家庭 我覺得這個衣衣躺在這裡的 這張床 覺得很舒服 可以住在荃灣的二波坊 三波坊 河背街 村龍街 這幾條街就是荃灣最舊的舊區之一 全部都是堂口 其實都超過一千本的劏房在上面 大部分都住在一家四口或一家三口 他們將最真誠的一面畫在褲花上 我住在荃灣一連 那就是一家床是這裡的 是 這裡 村庭就是這裡 我家沒有沙發 就是電視機 然後這個就是掛 這個就是桌 我家住在荃灣 住了這個家兩年 我終於將床 去睡五個人 我做工法在床上 沒有人 平時其實他們放了學 有時都見到很無聊 很多時候都會去公園環 以我們熟悉 一直做的二波坊 這個點為例 缺乏一些賢童康路設施 我想小朋友 其實那個空間裡面 可能跟其他街坊一起去 玩一些 可能是一些長者的健身設施 可能是走十五至十分鐘 過四五條馬路 才去到那些 政府提供賢童康路設施 我們社區中心只是提供一個場地 其實小朋友需要一些戶外康樂的活動 譬如其實小朋友是需要 天性是需要跑 需要跳 所以我想 兒童遊樂場是對小朋友成長 發展很需要的 因為球場 是永遠取代不了一個社區中心的 去到家 晚安 會 你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